今天要介紹的是麥當勞的玩具 第一個是先介紹之前他麥當勞 快樂 之前的那個 麥當勞有推出外送專線 然後就是你外送時滿499 就會送四款不同款的可口可惡限定版的北極熊 然後這是其中一款 但因為本人住的地方是宜蘭 必須講 他的外送範圍真的很短 本人住的地方離麥當勞大概只有5分鐘到10分鐘左右吧 麥當勞的外送距離好像只有不到2公里 只能說宜蘭麥當勞真的有點少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他的製造地是中國大陸 可是因為後來發現 比想像中的還要小一點 所以本人後來就沒有收集這個系列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有收集到這 這全套4款 然後再來要介紹就是 4款前陣子 快樂的同餐所推薦的 4款系列的那個風火輪 風火輪小汽車系列的 正義聯盟小汽車 可是這個系列本人覺得還滿有點訝異就是 正常來講 麥當勞他們出玩具都會有一個類似不成文的規定 就是都會出現一個壞人的角色的公仔在裡面 可是他這系列沒有了 然後這個第一個要開的是 這是超人的車子 然後這邊有風火輪的那個標誌 正面是這樣 上面 後面 沒有車牌 配車是很基本的配色 然後這邊就他的logo 算是一個 很普通的車款 其實超人 會飛啊開車幹嘛 這有點嚇 然後再來第二款是 另外一款一樣本人覺得 沒有必要 用車子的角色 閃電俠的車款 上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一樣有風火輪的標誌 前面是這樣 然後造型來講有點像阿斯拉 有點像F1賽車 或者是閃電PE車裡面的阿斯拉的那個車子 然後他們都是迴力車 都迴力車 然後再來是第三款 第三款本人差點買不到 一樣也是請本人的朋友去幫我去 外線市購買再給我 所以這次介紹很慢 一樣這邊有風火輪的 logo 正面是這樣 上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個人覺得尾翼這個感覺還蠻漂亮的 然後前面一樣有那個 綠燈匣的那個logo 然後再來是最後一款 也是個人覺得最需要 車子的角色 蝙蝠俠 蝙蝠俠的車子個人是覺得這系列裡面最糟的 一點都不像 這邊有那個風火輪的標誌 正面是這樣 有點像鐵棺材 這樣 這樣 比較可惜它沒有出像是那種 末日或者是神力女超人的角色車款 這個蝙蝠俠的 總計是四款 這系列總計四款 有興趣的人可能網路上也買